大家好,我是杜利,欢迎来到麦子学业 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个笔大型项目 上一课我们就讲一下项目的软件来 就是开发的环境 本机课我们一开始要做一个最简单的外部机构的编程 为我们后面编写复杂一些的程序 打下这么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通过CCE 2530结构 框架中有关CCE 2530的这种引脚讲解 CCE 2530总共有20一个输入输出的引脚 这些引脚可以通过计程器配置成通用的IO 或者是这种外式的IO信号 前面我们提到过,这些IO作为 这些IO作为通用IO的时候 可以组成P0,P1,P2这么三个端口 所有的端口尽可能通过SFR-R计程器 进行这样的位形式和字节的形式 下面我们来讲跟IO相关的一些计程器 比如这里有功能计程器 FX-SEL 还有PX-DIR 还有PX-INP 这是配置解决器 上面这个是方向解决器 还有这种中段死能的解决器 IENR 中段死能的解决器 P0,IEN 中段的这种触发方式的解决器 PICTM 还有这种中段死能的解决器 IENR 中段的这种标志 解决器 P0,IFG 所以这里的解决器比较多 那么这里的X呢 实际上表示的是这种0到2 2号的端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P0,SEL 就是对应的是0号端口 那么P1,SEL 对应的是1号端口 然后P2,SEL 对应的是2号端口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功能解决 PX,SEL 那么这个解决器 就是用的数字 IO 是这种通用的IO 还是这种外设的IO 外设的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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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配置完了之后 就成为 比如说 是 穿狗啊 这个 等等这样一些 外设的 对应外设的 这样一些 对应外设的 这样一些 那么这里 复背后的 它们的值 就是 都是 它的美味 是 是 SEL P 从 7到0 那么它的复位之后的值 就是 实际上是 0 那么这里的话 为0的话 就是 表示的是 通用的IO 如果为1 就是 表示的是 它是一个 外设的IO 下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方向解决器 PX DI 那么 为0呢 就是表示 这个IO 使的是 作为 输入 如果为1呢 就表示这个IO 就是 用的输出 让我 刀的输出 用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配置接决器 PX INP 那么 它的每一位 实际上角是 MDP 从7 到0 它的mon 它复位的值也是 是 复役后的值也是 0 那么这里主要用来 配置什么呢 它的作用就是 当端口 用这种 通用IO 输入的时候 引脚 可以设置为 比如说 上拉 下拉 还有三胎啊 这样一些操作的模式 如果为0呢 就是表示的是 通用IO 引脚是上拉 或者下拉 为1呢 那么就是 表示的是 三胎 如果没有接触过 这种数字电路 其实也没有关系 只要知道 这是数字电路的一些特性 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一下 什么是三胎呢 就是 它既不是0的状态 也不是1的状态 这么 第三种的状态 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通用IO的 这种中断 CC230呢 其实总共有18个中断 这里 我先不一一列解 实际上 中断的发生 也是有一系列 接生器 先来看一下 中断死人接生器 就是 IEAE和IN2 那么表示端狗0 这样的一些 还有电视器4 电视机3 电视机2 电视机1 DMA Comingo 端狗1 端狗1 端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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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狗1 端狗1 端狗2 端狗1 端狗3 端狗2 端狗2 端狗7 端狗b 串狗1的Bussel串狗0的Bussel 还有P2口 还有RF的这样一些中断的死能 而中断死能竞争器的P0IN 那么这是P0端狗的8个口 所做的这个死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断触法方式竞争器 中断触法方式就是PEPECTL 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好意见 它的第七位PADSC为0的时候 就是表示最小的这种气动能量的增强 为1就是表示这种最大气动能量的增强 这里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外部的影线上所具备的这种气动能力 是不太一样的 有可能外部影线上会产生一个高电瓶的挑变 也就是通知CPU处理我的这个事件 由于气动能力比较弱 可能CPU根本就没有察觉到这种电瓶的挑变 那么这个时候就配置这一位 就能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下面的位表示的是检测中断的这个方式 是电瓶的上升炎还是下降炎所引起的这样的中断 0呢就表示的是 表示的是上升炎 那么E就是表示这种下降炎 这种房间里 那么它有个大门口 它是这个 它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这个大门口 就是说如果这位那么为0的话 就是任何中断就会都会被CPU所忽略 那么下几个呢 什么睡眠的这种睡眠的定时器啊 什么AES的加密啊解密啊 还有这种串口1的接收啊 串口0的接收啊 还有这种ADC的 ADC啊 还有RF的这种DXRX的5啊 使能的这种它们的中断的使能 那么为0呢 就是表示中断禁止 为1呢 就是表示这种中断的使能 这个第一个就是表示这种睡眠的定时器 那么下面的话表示 AES的加密解密 串口的 串口的1的接收 串口0的这个接收 还有ADC的 这种ADC 还有RF的这个 TXRX5的这种中断 下面的中断标志减制器 是P0IFG 那么这里是用来检测 P0端口的每一个口 是不是有这种中断的发生 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可读格线的话 他们的这个在复复要的词基本上都是0 那么这个中断标志减制器的那么就是用来检测P0断口的每一口是不是有这种中断的发生 V0呢就表示这里没有中断发生 V1呢就表示发生了中断 其实这个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在中断处理成器里进行这样的处理 Io气氛器那么我们就基本上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实验 那么就实际上是离这些 这些我们讲的这些气氛器进行相应的操作 他们是存在一个是什么样的顺序 设置的这样的顺序 目的那么就是 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气氛器到底是怎么去使用的 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模块 我们知道一个复杂的软件都是有一个一个的小模块组合起来的 而且在软件调试的时候 但这个指示灯非有着非常轻松的作用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通过参考打印或者是用调制器一步一步跟踪也可以啊 但是在参考能工作起来之前呢 很多情况下我们可能没有调试器 比如说假如调试器比较昂贵的话 开发的成分就会很高 所以我们或者说开发能源比较多的话 我们这个时候可能这种调试器可能就 就没有 就没有那么多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是要实现的是一个流水 实际上就是在一个按键按下的时候 有两个灯做这种交替的闪烁 实际上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前面 写着这个软件开反进的时候的那个程序 写着这个软件开反进的时候的那个程序 这个当然是我们最主要用到的一个套文件 这个当然是我们最主要用到的一个套文件 和一些数据例行的这么一些生命 下面的话我们就会根据设备硬件的这种连接的图 来确定我们这个ED灯是连在这个P1端稿0号这个引脚上 而ED3呢是连接在P1端稿的这种4号引脚的这个引脚上 那么这个按键连接的是在P0端稿的这个4号引脚上 以及这个定义灯亮和灯灭的这样一些词 下面我们来实现一段这样的延时 这样这个函数可能在我们的实际效果中经常会异脑 经常想实现这么一个函数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的办法看东西 会有一个0.1秒的这种实质效果 比如我们看电影或电视 实际上电影或者电视是按照一张一张图片播放的 使播放的足够快 那么一张图片加载的时间 如果小于0.1秒的时候 所以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好像就是这种灵系的播放 这么一个感觉 这里我们做延时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就是需要那一滴能保持亮的时间 或者保持灭的时间足够长 才能形成这种跑马灯的这样的效果 那么我们如何去实现这样的延时呢 这叫C眼神的延时都是通过这样的 波形反应器来实现的 假如我们要实现一个1毫秒的这样的一个延时 实际上就是那么我们应该去怎么做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根据系列的时钟 和指定指定周期来确定一直循环 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样我们就知道大概需要循环多多次了 这里的系列的时钟是16兆和指 那么一个指定周期就是 就是1除去16兆 通过这种反汇边 这里一次循环大概需要三个等的指定周期 所以循环的次数就是 就是535兆 如果需要 需要Log那个毫秒呢 那么我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以毫秒 就是以这个和这个传输 为传输再做一个外征循环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故点 当然我这对对 其实我们的时间计算 并不需要这么严格 但是在一些场合 比如说在工作中 需要我们模拟一个I方C的总结 这里上升也下降的时间的时间 就需要我们计算的比较精确才行 所以这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训练 所以我们要就是要做这种比较稍微严格一些的要求 那么下面的这个函数呢 就是比较简单 那么数量穿速也有一个1 那么我们发到我们刚才订过的这个引脚的电瓶 就是这样的高电瓶 那么灯就会亮了 反之那么如果有0的话 灯就灭了 我们前面讲过这种Io的寄生器 实际上需要通过配置后 把值送到端稿上才能够起作用 前面我们讲过PDIR是P端稿的这种方向寄生器 根据LED的连线是在P端稿这个0号和4号引脚上 所以它的0号和第0位和4位就必须要 才能输出这种高低的电瓶 所以这里的负值就是 UX11 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够传递这个穿速0 就可以把这个D电瓶送到这个引脚上 使LED就是处于关闭的状态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让LED是关闭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函数里就是初始化按键 前面我们讲过按键是在P0的1号引脚上 这里的值实际上就是看一下我们刚刚 前面讲过的这个计程器的定义 我们就能确定它的相应的这样一些值 如果第一个的话是表示是不是通用Io 这里的设置 那么设置为通用Io 那么下面的话是设置我们这个S0呢 是表示这个这个引脚配置的是输入 下面的话我们要设置这个引脚为上拉 所以这个引脚就是就是这种高电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函数这里是扫描按键的这种状态 我们刚才说了我们配置的时候把它就是配置的成为高电瓶 所以我们刚开始没有按下的时候 它就应该是为Io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去判断这个值是不是要来检查 这种有没有S1键按下 接下来我们等待一个10毫秒的这样的延时 知识记忆在电路上可能的目的就是看看它是否存在这种抖动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还没有检查到这种S1键的没有S1键按下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循环的等待按键按下的这么一个时间 当S1键按下了那么它才会退出这个Wire的这个循环 那么这个时候Five1呢就是表示有按键按下 否则的话那么就会Five0表示没有这种按键被按下 实际上这么一个处理方法吧 实际上是比较值得我们将来在实际工作中 去做一些相应的借鉴 那么这里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主函数 这两个函数在我前面已经讲过 它实际上是初始把ID按键的 下面的话我们执行这么一个死循环 实际上这个循环的话是就是一直 最后的话一直是在这里运行 它是就这样就是不会退出的 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做这么一个 就是如果按下就是做这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检测 来检测有没有这种按键按键 然后产生这种这种灯的这种焦力散烁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的话就是检测是否有这种按键按键 那么有按键按键就可以让这个LED灯进行亮 然后再延时500毫秒 然后再关闭 而第三也是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我们编一下这个程序 编一下这个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按照我们前面角的方法 把这个程序 缩写到我们的开发版当中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是不是达到了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 就是当我们按下一个键的时候 它的这个LED1和LED3就会做这种交替的 两面的这样一个操作 这样就证明已经达到了 我们刚才的这个编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时候我们就像对着